大家好,这里是常诺,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GPTT温室的开箱 这台机器是我换货之前拍的一个开箱视频 首先GPTT它是说有一个挂绳的,在我这个里面是没有的 这点就不吐槽了,主要是说机器吧 机器我为什么换货,我其他视频里有说,我的机器它各方面都没毛病 我都很满意,包括它肩减,虽然是有一点气泡,它是对称的 所以我感觉无所谓,但是它花瓶了,它遇到一个特定情况下花瓶的现象 这个事情已经反馈给GPTT的研发部门 他们说已经定位到问题所在了 然后我就等我的新机器到吧 然后首先说结论,GPTT温室确实是非常符合我的预期的一台机器 它完全值得我去等待 等的时间确实也不短 但是它上手的那种感觉啊,就是没有网友说的那种廉价感 很扎实,也很沉 但是屏幕也确实是有点小 但我感觉啊,你要是玩游戏的话 6吋屏,8吋屏,你都不会获得很好的体验 反而6吋屏更方便携带一些 嗯,再一个它有键盘 我本身是个不太喜欢玩游戏的人 或者是玩不下去 不知道这台机器我会不会用它来玩游戏 应该会玩一些小游戏吧 我主要是拿它来是做便携办公使用的 键盘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便携也非常重要 在视频的结尾有一个彩蛋 希望大家能看到最后 并给个一键三连 这台机器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舒服 它背后有个防滑纹 拿在手里啊 那种感觉就是虽然有点沉 但是能接受的那种感觉 嗯,屏幕小的话 它操控性上肯定是没有那么强 但配合游戏11 我只能说是也可以够用 它的光球鼠标是非常好用的 我上这个机器 我是第一次键第一次摸 然后是上手非常快 用它的鼠标用它的肩键配合着 嗯,我试着用了一下PS 觉得完全OK 完全OK 是完全符合我的预期的 唯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 它可能是有一点点的厚 嗯,没办法 里面还要放电池 为了续航可以忍 风扇的话 风扇的话它的散热能力确实很强 然后风扇只有在非常全速 非常安静的环境下 你才会觉得它有点吵 在正常的白天的环境下 我觉得它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嗯 只希望我的新机器能快点到 为大家带来更好的测评 在这里主要就是还是说一下我的主观感受 我的主观感受是 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 喜欢玩游戏的 你可能是会选择 那个mini Pro 但是如果是你有其他需求 不光是玩游戏的 我觉得你选GPD温室觉得没错 至于隔壁的Max 2 嗯,首先先看一下钱包 钱包对你说可以的话 也可以选择 再一下你看一下你的口袋 口袋是肯定装不下它的 如果是你本身是 不是喜欢把机器啊 放在口袋的那种类型啊 我觉得 你可以是选择Max 2 就是办公需求的 嗯 这台机器整体的做工非常漂亮 渐渐的灯是可以关的 我想我之后是肯定要关掉它的 后面两个备件 还有仿黄纹 它整体是一个发灰的颜色 它不是那种纯白 这样的反而应该是更耐脏一些 至于机灰机指纹 我想说 不会擦一下吗 难道非要等到它很脏的时候 再去擦它吗 其他的就没什么了 好的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好 谢谢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